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 但聯卡核廢料主存場 十年的新北 和台電打官司敗訴之後 把球丟給中央 把選總統包裝成為了核安 但今天高等法院認證 新北市卡台電的主存設備敗訴 怪的是新北市不再上訴 好事侯市長 壞事中央扛 新北市政府這十年來 多次駁回台電送審的案件 遭到法院判決敗訴 顯然侯友宜就是無法處理 核廢料的罪魁禍首 請侯友宜市長 針對這兩個敗訴案正面回應 2003年7月 台電針對核一干市主存場 前後送審13次被卡了10年 今年3月16號 新北市府被判敗訴 而核二干市主存新建案 從2015年11月 宋審8次也卡關 今年4月19號 最高行政法院判新北市敗訴 接連兩案都敗訴 綠白同聲發出疑問核廢料不搞定 如何做好核安 挺和大將黃世修對侯友宜說法 更是吐槽滿點 從頭到尾都不是核安的問題 因為禪宗多年以來 新北市政府從來沒有給出具體的改善標準 被法院判敗訴 然後民調又崩跌 然後才拿到說 我是用最嚴格的標準 現在都要選總統了 你不能把政見蓋牌 這確實是兩面手法 保證安全的核能怎麼做 侯宜始終沒說 選民想聽的應該不是我來解決 而是該怎麼解決 三天雄黃西雄馬菲國安泰報道